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你們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們今天繼續受到活躍的西南氣流影響 今早的時候也下過一些比較大的雨 不過下午雨勢就減弱了 而且下午有些時候天色也比較光亮 今早影響我們的雨區 主要都是集中在新界的北部 天文台也發出過新界北部水浸的特別報告 去到下午的時候雨勢減弱了 不過仍然有些著雨影響我們 由午夜到今天下午4時15分為止 比較大雨的區域就是新界的北部 這些地方錄得的雨量也超過70毫米 下午的時候雨勢減弱了 很多地方的最高氣溫都上升至29至30度 在七立國機場更加有31度的高溫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看到 華南河岸地區受到活躍的西南氣流影響 雲量仍然相當之多 不過在南海的東北部 台灣海峽一帶 比起前幾天來說 雲量已經明顯地減少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預計 華南河岸地區仍然都會吹著一些南至西南風 隨著中國東南部上空的反氣旋慢慢地增強 現在在南海東北部 台灣海峽一帶的晴空區 會慢慢地向西而近我們這一區 去到下個星期初期的時候 我們這一區的天地會逐漸地好轉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會大致多雲有趙雨 明天早的時候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不過明天下午的時候 部分時間天色會比較明朗 氣溫方面將會介乎27至31度 而風勢方面就會吹和緩至清淨的西南風 高地會是間中吹強風 大家要留意 接下來的兩三天 趙雨會逐漸地減少 天色會比較明朗一些 這次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預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